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参加 今天指数小跌 但是你可以发现最近整个虽然指数是一万点 可是个股的走势相当相当的分歧 就像你看到今天4968的利基创新高 今天4968你看一下 今天利基创波段新高 对不对 它创下波段新高 那今天4739的康普 哇 今天康普又继续往上涨了 今天康普又继续往上涨了 可是并不是所有股票都涨这样子哦 有一些股票你看3324 你看3324 你看它就在这里 双红就在这里 那看一下1584 现在在这里 你看一下 这股票它今天跌停板 指数一万点不是所有股票都创新高哦 所以你现在很重要的重点是 如果我们可以有一个客观的标准 去看现在股票的走势 你就知道你怎么去选到未来的标股 未来的标股哦 今天利基创新高 今天康普又创晋级新高 对不对 那请问你要怎么去找未来的标股 我跟大家讲 如果你是我 你跟我们一样 我相信你也会跟我们用 你也会跟我们做一样的动作 来这个 这张股票 听说啦 听说 有入资有益入股 有入资有益入股 这是个非常恐怖的消息哦 有股票听说有入资要入股 那入资入股的话 它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模式呢 就像什么 就像这个 来 就像这张股票 美利 美利先前入资有益入股 接着呢 那个我们投审会说不准 好 那没关系 那入资就去买美利的一个 大陆厂的一个 大陆的厂商 那一样 反正美利还是 最后还是引进入入资 所以美利从64块钱涨到196块 好 那入资看上的美利大涨代表什么 代表着 其实台北股市里面很多很多股票 它的股价 它如果不是在台北股市挂牌 我告诉你就不会是这个价格 因为台北股市挂牌 股价都很惨 对不对 人家在买汉维克的时候 才用1140块买汉维克 汉维克在我们这边挂牌700块 对不对 好 人家有意买美利 对不对 那美利涨股价翻三倍 对不对 那人家有意买美利 资金进来之后 美利有钱了 产品有出海口之后 美利又去买了康控 对不对 好 入资入股美利嘛 美利入股康控 他们都一起啦 所以康控价双新高 4943你看喔 这康控价双新高 这涨顶板 你看一下 你对比一下 你看看它你看看它 对不对 涨这个样子 这个叫做1万点的股票 好 这个叫做1万点的股票 那3324这个不叫1万点股票 1584这个不叫1万点股票 这个4943这个才叫1万点股票 对不对 入资有意入股对不对 然后这个兴趣科 入资有意入股都这样 所以我跟大家讲 你现在要买什么 你要买这个 好 人家有意入股喔 而且不只特殊说法在买喔 是所有的法人都在买喔 你叫得出名号的法人 摩根史丹利 摩根大通 大摩小摩 港商德意志 瑞士信贷 美林 上海飞风 我全部都买 你觉得 你的赢面大不大 我跟大家讲是一个逻辑 是一个故事 我跟大家讲是一个 看筹码下手的一个 很很简单分析 你看喔 你看我问你 这两个叫金刚 是不是总股动人数大增 特殊筹码减少 那这种股票我看到 我就不敢买 对不对 今天请问金刚在哪里 我今天不是10多头 我今天不是10多头 你自己看喔 这是没有 最低只有更低喔 你说老师10几块来 10几块继续再加热喔 继续再加一跌喔 你自己看 要是十几块它还不是很贵喔 对不对 这我先前跟大家讲过了 双红你不能买 因为人家在跑嘛 对不对 总股动人数在增加嘛 套牢一万九千多人 等股票套牢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越跌越低啊 越跌越低啊 双红是不是跟你讲 套牢一万九千人 来今天多少 三三二四 今天破底了 破底了 这股票还很厉害喔 它还会涨停板喔 这一天5月8号涨停板喔 涨停板打开收下来 隔天往下掉 你舍不得砍 不好意思今天更低 对不对 那我跟大家讲 做股票没有什么秘诀 做股票就是选择而已 对不对 选择嘛 你选择买什么股票嘛 如果你选择买这个 这个会不会比较好 你选择买这个 4739的康普 特务充满在第一档吃货 我什么时候跟大家讲 来4739 这一天 5月10号 不过它涨上去之前 一大涨 涨停大涨接右涨 对不对 5月10号这一天 来5月10号这一天 我只能跟大家讲 康普 我说过了这个村 可能就没有这个店 过了这个价 可能就没有这个价了 我跟你讲的时候 你是肯定买得到 5月10号在这里 对不对 今天创新高 对不对 好 简单回顾一下 5月10号康普的 五熙 来 我们有准备新的股票 我们准备新的股票 筹码稳定的股票 你看这个 Tesla现在已经 股价要创下 再挑战前高 历史新高 那这一家公司 你看这里先吃一次 对不对 再洗一次 再吃再吃 它其实这个筹码 这个特货筹码 它有往上加码的空间 从股东人数是一直在减少 这跟 这跟那个 4968利基是一样的 慢慢吃慢慢吃 对不对 那现在也没什么利多 会不会过了这个村 就没有这个店 有可能 对至少我帮你看得很清楚 目前的股价 你买进去 最坏的状况 小涨一点点 这是最坏的状况 但有机会就是大涨 选择选在你 对不对 选择选在你 要选对路啊 这很刺激啊 指数一万点 你买对股票 买错股票 那个差很多啊 你买对股票 买错股票差很多 你仔细想哦 5月10号的康普在这里 如果你买康普 涨 涨停 涨 继续再涨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买3324双红 哇 夭壮 破底 真的啊 你们很多股票都是这样啊 它不是那价格的问题啊 它是越来越低啊 对不对 你买康控4943创新高啊 你买4968创新高嘛 对不对 可是重点重点来 你怎么样在起涨前找出 它的一个可能性 我跟他讲很清楚哦 来4739 为什么我觉得它 往上涨的机会比较大 你看哦 今天很多股票都压回 它是连涨几片 它是12345 连续5个红K棒 连续5个红K棒 为什么我跟他讲嘛 你要从 从哪下手 当你发现 有人在吃散户的时候嘛 在吃散户的时候嘛 代表什么 代表着 其实它背后可能有故事 那如果你又可以找到这个故事 你可以了解 你可以体会 其实 在Tesla概念股里面 包含茂莲 包含核大 包含康普 康普赚的钱最多啊 对不对 那Tesla股价创新高 那康普是日本Panasonic的一个上游 正级材料供应商啊 那Panasonic它的一个未来的出海口 也就是说 它跟Tesla合资建了一个 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超级电池工厂 在明年的产能占全世界的一半 占全世界一半代表 代表康普它未来的出海口 电池的出海口是全世界的一半 有故事 有题材 有筹码 我只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你赢面比较大 书面比较小 你要不要压 当然要压啊 对不对 你赢面比较大 书面比较小嘛 那我帮你全部看清楚啊 就像这个 来 你现在要买什么 大涨之后我不会再叫你去追啊 对 你要去买什么 你要买这个 类似的啊 你赢面比较大 书面比较小了 入肢有益入股喔 很恐怖喔 万一是真的 可能股价是三倍喔 那如果股价是 可能翻三倍的情况之下 在这个地方 中股东人数全部洗掉喔 这个跟康普要起涨钱是不是很像 吃你筹码吃你筹码 而且这不只是特殊筹码在吃而已喔 这连最近所有的外资机构全面站在买方喔 这个消息很有可能是真的喔 大摩买钞 小摩买钞 对不对 港生德意志买钞 瑞幸买钞 美林买钞 香港汇丰买钞 新加坡瑞瑜买钞 全部都买 这二十天里面全部都买 中股东人数洗掉 特殊筹码舍不得卖 我跟你讲的是 其实你往下的风险是相当相当的少 做股票你只要能够把握这一点就好 就像这个 我跟你讲康普 我是不是这样跟你说 对不对 今天康普創新高 我们不需要证明什么 我们只需要快快乐乐做时光机 回到五月十一号的康普 当时我怎么跟你讲 来五月十一号当时康普都不洗啊 股价两百多一百多 为什么 因为特斯拉还在赔钱啊 特斯拉不是赚钱嘛 那特斯拉还在赔钱 他股价可以创下历史新高三百多块钱美金 代表什么 代表未来特斯拉会很好 所以未来核弹冒联都会不错 没有错 好那如果有一家 他是特斯拉的概念股 他第一季赚的钱比他还多 有搞不好冒联我不知道他多少 1.28股价他的一半不到 你要不要去找原因 你要不要看筹码 来喔 仔细看喔 他们两家赚的钱也不是很多啦 这一家是谁 这一家就是这一家 人家在底下收筹码 你看人家在收筹码 你要去想为什么人家要买 为什么 没有赏户的股票基本上比较安全 那为什么人家要买 原因在这里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特斯拉他史上最大的超级电池工厂 现在盖好了 要开始生产 那这个史上超级最大的电池工厂呢 他明年的产能是35GW 也就是说全球锂电池产能的一半 这个产可以生产明年喔 是全球锂电池产能的一半喔 到2020年的话 他产能跳升 再跳升三倍喔 到105喔 现在是明年是35喔 是一半喔 那这个厂是跟日本锂电池厂商 Panasonic合资的 那如果有一家公司是台湾的厂商 它是Panasonic的上游供应商 电池的上游供应商 在明年他有出海口 有全世界的一半的产能 到2020年的产能会有这么多 请问你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 未来业绩会很好 而且现在已经不错了 现在也没有很差 一季算1.28没有很差 那如果未来会很好 请问有没有人会先吗 你整个逻辑兜起来 它就会是对的嘛 我会让你做股票你要有逻辑 如果这家公司未来会很好 肯定不用大张几股 他慢慢吃你筹码 把赏户全部洗光 所以你要从筹码 你要从题材下手 5月10号跟你讲Comp 在这里 5月11号再跟你讲一次 投信已经开始买超了 对不对 投信一天都买200多张 他会怕 他会怕 对不对 好 接着呢 礼拜五 不好意思 涨停满 你刚刚所看到的是这一天 5月11号 对不对 那为什么5月12号涨停满 为什么 礼拜一继续又涨 今天又继续再涨 怎么买在地上 怎么买在地上 重点啊 你要买在地上 现在有些股票真的 你掉下去 你要哭你还哭不出来 你买错股票你真的想哭你还哭不出来 对不对 他跟你说 先前的手机用热导管 现在的手机可能不需要热导管 这家会就花了 这就死定了 对不对 那如果你买在这一根涨停怎么办 这一根涨停的就让很大 对不对 这样子就直接跳下来 可是如果你买4739 你知道这叫什么叫选择吗 什么叫选择 你选对路跟选错路差很多啊 对不对 但是今天我不会再叫你去追COMP 今天4739 我先跟你讲 今天4739虽然长得很漂亮 可是我今天不会叫你现在去追 为什么 因为你看帽连 帽连也长很多 他现在在休息 对不对 6279胡连现在在休息 1536他也在休息 对不对 那既然他们现在在休息 那电动车的短线上 你可以先 等低点再进行买 可是呢 你有去看 有一些股票没有在休息 有一些股票没有在休息 来今天KONKON 是不是创下近期最高 KONKON创近期最高 美绿也是创下近期最高 你有没有想过 美绿创下近期最高 对不对 那KONKON也是近期最高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美绿 入资有益入股 但投赏会不准之后 入资去买了美绿的大陆的厂 还是一样 引进入资赶快 股价翻三倍 那美绿有钱了 有产品的出海口之后 就入股了KONKON KONKON就创新高 一次都是三倍 对不对 这个有规律的 这个有规律的 那个新俊科也是三倍 对不对 新俊科被有益人家入主 也是三倍 那如果有一家公司 大陆有益 这个不能讲 会不会这样 所有的外资全部买超 所有人都在买 就缺你而已 如果你被洗掉 奔出去 你没办法就没办法 你要想清楚 这个股票基本上很好买到 但是因为现在故事题材都没有出来 就像4968一样 来 4968如果时间回到2月24号 我表演给你看 一次赚一倍 现股不是融资哦 一次赚一倍 下半段我翻付一下给你看 2月24号的利基 今天利基135块半 霸气赢家又赚一倍啊 真的霸气赢家又赚一倍 指数已经一万点了 你要选什么股票 我说选择很简单 选择强者 强者法则 赚钱的人 赚一倍赚两倍赚三倍的人 他们买了什么股票 我们跟着他们一起做 傻户买很多股票 你要特别小心 未来还要往下探低点的空间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期就乱找回来 地震呢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请上台湾抗震网 掌握获秘的一手资讯 亏别赔钱的二手讯息 操作不再忙碌 赚钱不断重复 回头部蔡老师 让您轻松累积财富 让您所看到的绩效 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 轮源头部智股专线 02 2321 9933 2321 9933 轮源头部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行美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势策略宣布 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银箱专线02 2321 9933 2321 9933 找过获利的一手资讯 亏别赔钱的二手讯息 操作不再忙碌 赚钱不断重复 回头部蔡老师 让您轻松累积财富 让您所看到的绩效 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 文件头部智股专线 02 2321 9933 2321 9933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绝绝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迹 Choose Your Online 鹅排七米窗 鹅排七米窗 很多人在问 指数一万点了 股票还能不能做 我跟你讲答案 指数一万点了 你做股票 你要特别的留意 因为你买对跟买错 可能不是赚一倍 少赚一倍的问题 而是你可能 买错股票 你可能要赔很惨 真的现在很多股票 都不会涨 我先前跟大家举例过 很多股票都套了 但是你去看 今天立即 来 135块 这没有一天涨停板 很少涨停板 几乎没有涨停板 到今天 赚足一倍 赚足一倍 赚一倍不是事后跟你讲说 我这个点位我就看好 就赚一倍不是哦 不是这里这个点看好 是这个点位就开始在买了 我说成功的法则极为简单 但简单并不代表容易 2月24号的立即 我们在LINE上面跟好友分享 对不对 我们在LINE上面跟好友分享这个 2月24号立即在这个地方 你来的时候多少钱 66块钱 66块钱 我跟你说 小股本IC设计 全球前三大 66块钱 今天立即135块 创新高 简单回顾一下 2月24号立即的补习 这些都是我先前跟大家讲过的哦 我先前就已经跟大家讲了 对不对 我跟大家讲说 相关的一个台积电 相关的部分 那我们不讲这个 我们讲这个哦 这里还有一家 我还有一家 同样是台积电算转投资的 金财在起涨前 你看到特殊策码在低档进场 中股东人数减少 创意在起涨之前 特殊策码一直在布局 中股东人数减少 那同样是台积电转投资的 还有一家 这一家公司 它现在 就像金财起涨前 就像金财起涨前 它是没有涨的 我不是跟你讲一档涨领板的 我不是跟你讲 我不是跟你讲一档涨领板的 这个股票 对不对 来 这个 这一家公司 它为什么我认为它会涨 因为它相关的一个 一个股票 对不对 跟它国际上面大厂 半年涨七成 半年涨七成 特殊抽码在低档做一个增加 那这个股票其实你很好买 好 我希望什么 我希望我跟大家分享的股票 我跟大家分享的股票 它是什么 它是 你可以先去看我们的操作逻辑 你再去看那个结果 你今年赚一倍了没 今年 2017年 你赚一倍了没 2337万宏师傅赚一倍 我们讲普通会员就好 普通会员有的股票 一般会员 没有人敢这样讲 待会员赚一倍了 今年 2017年 不是十几年来 十几年来有人曾经没有赚过一倍 我说我们白金会员一般会员就好 2337万宏赚一倍 对不对 好 万宏赚一倍 大宗赚一倍 利基赚一倍 什么节目上都有跟你讲啊 对不对 大宗一倍 利基一倍啊 那请问 那怎么去找这个位置了 诶 不是现在已经跟你讲过了吗 那所以我们现在用重复的模式来看 对不对 这个模式也是一样啊 这模式也是一样啊 对不对 康普 是不是总股东人数被人家洗走 人家在买 股价 股票喷出之前 一定有 股票喷出之前 对不对 利基跟康普一样 这喷出之前 是不是赏户全部洗光光 那你说老师 那赏户去哪里 你说 你会说老师 赏户去哪里 赏户在这里啊 真的有些时候 你不能看到这个结果 你看赏户在这里 对不对 赏户在这里啊 今天破底啊 赏户在这里啊 今天又破底啊 赏户在这里啊 很惨的啊 真的啦 赏户在这里啊 很惨的 对不对 赏户有了股票 我绝对不碰 这是我操作上 很重要的逻辑 很重要的逻辑 散户有了股票 我绝对不会碰 散户有了股票 我绝对不会碰 这样子你的盈率 就已经提高了很多 散户很多的股票 我都不会碰 你 你避开这些股票 你看了吗 这些都是散户套户的股票 对不对 都很惨啊 党党都很惨啊 一支拼一支压惨嘛 一档比一档可怜啊 对不对 可是呢 有些股票你不会买 它会创新高啊 来那我们来找啊 指数是创下一万点的新高嘛 对不对 对不对 指数是一万点嘛 有一些股票不需要你认同 它就会涨 例如什么 2349 2439 美绿 对不对 美绿今天196创破亂新高 对不对 474 4943 康控今天算破亂新高 那他们都是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特性 就是他们都是被入资给向重了 对不对 人家会向重什么 人家有钱为什么要买你的股票 人家当然要买那个有竞争力的吧 对不对 人家当然要买那个有竞争力 可是被人家向重会怎么样 我跟大家讲 一开始 其实我们台北股是很多好股票 但是我们台北股民很多人套劳 那因为你套劳 所以你可能没有办法推动股价往上 对不对 更何况很多人买的股票 这种不会动你就不会买 那人家来入股美绿变是什么意思 就是美绿变得有钱了 钱变多了之后 他的产品的出海口又变大了 对不对 因为入股之后他未来的又可以卖更多人 对不对 产品的出海口变大 然后又有钱了 那他这样子股价翻三倍 那美绿拿到了钱再去入股的康控 康控又翻了三倍 对不对 所以你去看 这新巨科在台湾都是赔钱公司 可是如果人家有意来做入股 一次翻就是翻三倍 那请问 还有没有 不能说的 还有没有 听说而已 听说 入股有意入股 这个一旦成真可能是三倍 对不对 一定要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 那有没有人在偷卖 散户是近期最低之外 特货筹码在收之外 每一个外资都在买 真的 从4月25号到5月15号 摩根斯丹尼摩根大通 港商德意志 瑞幸美林全部都买 那你觉得法人赚钱几乎会大 还是散户是对的几乎会大 我很少看到散户卖掉之后股票下跌了 我只看到散户套路之后股票继续跌 那股票对人家摆了之后直接喷出 那所以呢 现在很重要 你要去选好的股票 对不对 选择很重要 好 选择很重要 有任何问题 欢迎来电筑询问 那我们欢迎你 加我们的好友 就像先前我们在那好友上面 跟你分享利基 跟你分享大宗 跟你分享4739康普一样 那未来我们也会有好股票 在LINE上面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任何问题 欢迎来电筑询问 祝你明天操作顺利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价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 投资负责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招惑获了一手之讯 亏别赔钱的二手讯息 操作不再忙碌 赚钱不断重复 人员投顾蔡老师 让您轻松累积财富 让您所看到的绩效 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 人员投顾智谷出现 零二 二 三 二 一 九 九 三三 二 三 二 一 九 九 三三 人员投顾 精准掌握台湾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式策略宣布 人员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赢家专线 零二 二 三 二 一 九 九 三三 二 三 二 一 九 九 三三 掌握获密的一手资讯 区别赔钱的二手讯息 操作不再盲目 赚钱不断重复 人员投顾蔡老师 让您轻松累积财富 让您所看到的资讯